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听流浪猫的故事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 我想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这是流浪猫 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 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 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 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 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 他写的那猫 那人 那成 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 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 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 他的母亲刘木莎呢是文学翻译家 他的父亲朱西宁 姐姐天文 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 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 在台湾呢 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 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 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 喂过和爱过的 天心和天文呢 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 也就是志愿者 是奉行TNR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 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TNR呢 就是英文的捕捉 劫渣和放养的缩写 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 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 这个TNR这种做法 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 这本书中啊 就记录了天心姐妹 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 书中这样写道 抓猫时不得擦摸任何防蚊精油 因为猫对刺激 尤其是云香科植物精油 强烈敏感 黑里 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 或者树露一样的 已成背景的一部分 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 一个晚上下来 两人小腿手绑 结成红豆冰 最早呢 姐妹俩不懂得用右捕笼去抓猫 经常是徒手就上了 为了避免抓伤 天文的手腕上 用手帕一圈一圈 缠得像木乃伊一样 看到这儿 说实话我是大心眼里佩服这姐俩 哪个女人不爱美 谁会对身上的伤疤不计较呢 但令人惊叹的是 她们做这样的事 不只是一次两次 而是一做就是几十年 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们呢 她们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 一有猫情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现场 一旦去晚了一步 那些小生命就可能被装到塑料袋 扔进了垃圾车 书中写道有一年的夏天 一位陈妈妈她就抱怨 家中后院仓库里有小猫的哭声 志愿者们原以为到了现场就能把小猫带走 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很棘手 原来呀 一只黑带猫妈妈 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藏了起来 因为藏得太好了 只能听见声音 见不到小猫 于是呢 他们就说服房主 说呀 等猫大一些 他们再去TNR或者是去认养 这猫啊 随房东姓 它叫陈带猫 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 他说 那个夏天 台风特多 每晚我和天文去为陈带猫一家 穿戴雨具 仍浑身湿透 猫眉被感动 房主却被我们打动 不再催促 不再抱怨 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 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 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枝树花色 这样的事啊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 一次性地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但是 朱天心是这么说的 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 和生命教育的实践 捕捉 扑杀 丝毫也换不起 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 相反 TNR 这种方式 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 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 他乐意帮助动物们 现在感谢你来讲 这些茄子的鲜的日子 你怎么做的 我来看它 你说这些年轻的 别人炒了 你们看它 那些年轻的 我来看它 哥哥,我们来看就好了,你赶快下来吃吧 照顾老若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 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永续 但是有一天,哥哥突然消失了 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 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 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 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 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 没有想到的是,七八年后 是 他一切都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们也去找一切都能给它 结果好…… 很棒 救命 是 不难 就在这段个图属那里 给了 真的 给了 这 都 是流浪吗 就绝不再写一字 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 在它笔下 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 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 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 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 生命无常而且短暂 朱千辛一直努力告诉我们 我不愿意 我不相信 他们的来此事此成一场 是无意义 如草芥如垃圾的 是老天的无聊恶戏 我要以笔见证 我目睹过他们 认真的在这人族 占尽资源的城市 艰难生存的模样 他们或精彩或平凡 或逍遥或百无聊赖 或潦倒落魄 我都看到了 跟我们人族一样 没有一支是可被取代 该被抹消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 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 传递责任 传递爱的使命 的确 读完这本书 您会觉得 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 是认真活过的生命 它不畏取悦人类而生 人 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 好 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 那猫那人那成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